回顾上一集 我好不容易把巴杜巴哈的生意 从每一天不超过400块的营业额 回到每一天都有最少700多块以上的营业额 结果到最后 我突然收到员工突然不做工的消息 接下来我该怎么样去处理员工的问题叻? 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接下来 会怎样处理有关员工的这个问题 其实过后朋友圈的老板就有跟我一起讨论一下 该怎么解决我那些员工的问题 谈到最后我们一起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由于朋友圈的员工比较多人一点点 所有朋友圈的员工将会一起分担台客鸡排的工作 这样的合作一来 朋友圈的员工还可以顺便起薪水 二来在短时间内不会再缺人手 所以接下来的工作 我就是要在短时间内train好他们 虽然时间很有限 但是朋友圈的员工都很有工作经验 所以他们学东西还算是很快上手一下 而且最重要 在这么忙的一天 大家都可以兼顾好两边的工作 而且最重要的是 Sales还不错啊 7点半 700多块 算是蛮顺利的 而且又多了 这么多人来帮我顾台客鸡排 巴毒的朋友 如果你们吃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给我知道 你们看你们看 我不在的日子 那些Sales是多么的好 多么的健康 最低也只到600多块 还不包括外卖啊 你看还有最高峰的时候 还到1000多块啊 看到这样的营业额 我就放心的回去行山 因为行山那边也有那边的东西要翻 哈哈 我太难了 今天叻要去这个Sutra 我要待在Sutra三天 看看那里的生意量啊 然后那边员工做工的东西啊 今天叻 我是来处理Sutra的问题 像我来到这边 我发现我这里很臭 什么臭 我不知道 我已经清明了 还是有臭耶 还是很臭 这种臭味有点像是东西放久了啊 然后臭鸡蛋的那种味道 咸鱼味这样 所以今天 会把这里的那种臭臭的东西 处理掉 在来临的六月啊五月啊 都会出一些新的产品给大家 所以你们就好好期待一下 那是什么 叫做辣味啊 辣味对 我们有这个辣味的鸡排 它味道有点像是那个麦当劳的 Spicy Mag Deluxe 但是比它辣 比它辣 对 像手掌那么大 掌心鸡排 吃个鸡排把你捧在手心 哇 来我有东西要问你 是哈啰 现在MC23你那边的生意怎样 我们那边的生意啊 算是还可以啦 因为我们有老顾客嘛 当然会有跌一些咯 跌个10到20%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情况会发生啦 但是 这是我们要去克服的挑战 因为毕竟是创业嘛 我们是尽量把我们品质 维持在一个水准上面啦 也包括一些服务态度的问题啦 现在我们就是重新再 调整这些问题 然后再重新出发这样子 大家好 今天咯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来到市场有一间 很肥的肥仔 自己在炸鸡排 听讲他生意很好 MCO还可以开很多间店 来我们来绑问他一下 肥仔肥仔 肥仔老板 请问你对YBB事件有什么看法 不关事啊 不关事吗 有啦有关事啦 我肯定有关事 你有借钱吗 我没有 没有啊 没有借钱 他都不要跟我借钱 你有跟他讲要tax一下吗 sorry 不是 是sorry YBB MCO啊 辛苦啊 你看我朋友 自己下手杀 他还要骗我下来 你知道吗 他跟我讲 很好玩一下 你要不要试试看 哇 哇 很好玩那集好玩 好不然你去走 走远远你又不要走 叫你炸鸡排 你又不要炸啊 我卖鸡 哈哈哈 MCO很多店 倒去 最大的原因 你觉得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啊 我觉得啊 有时候要看餐饮业不同的形态啊 我们还算比较幸运 是我因为我们是小吃嘛 然后我们原本就有在做take away的生意 所以就生存下来 有些他们其实也是很好的 可是因为他们是做fine dining 或者是比较是需要环境体验的 所以他们在MCO这段期间就比较辛苦一些 那我跟你们讲啊 真的不简单的啊 你们看看我 下大雨啊 还要淋着雨 把那个炸炉推进去里面 然后呢 还要继续炸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员工还有工钱啊 我叻 做这么多东西 没有工钱啊 分分钟还要亏钱啊 鸡蛋糕 不过还好啦 SUTRA那边的营业额 还算是健康的 这一点呢 我还算是 哈哈哈哈 有一点安慰啦 安慰一下安慰 当一切东西都很美好 然后你感觉上整件事情就好像 一帆风顺的时候 我敢说啊 我以为电影拍出来那种 风风雨雨波波折折啊 都是做戏做出来 现在啊我整个人好像在做戏这样啊 做戏都没有像我这样精彩啊 哈我收到一个晴天霹雳的这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就是 SUTRA的将军令啊 没有错 SUTRA的将军令 要关闭了 有可能老板赚够了 他觉得太多了 影响最大的 当然是我们嘛 因为我们是摆在他的店面的前面嘛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受影响哦 告诉瓦鲁瓦这个时候你这样子你要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诶 幸亏台客几排 有我这个聪明绝顶 英俊瀟灑 随时可以零机一动的老板在 一切都没问题 我跟各几间店面的那个 yoghurt店的老板谈好了 而且整件事情都已经谈破了 那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要换个地方 要重新开始 我们不能就这样搬过去 我们必须要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与众不同 所以我就决定 要 不过如果我们要 要怎样做到不一样 所以我就决定要做 餐车 我们的餐车好了 哎呦你看 还有 steady job job enterprise 哈哈哈哈 车叻已经是过关了的啦 Debija那些手续 Lotex全部弄好了 现在要把它载去一个 专门弄招牌的地方 因为 我的车要粘sticker 我很期待过后粘出来 会是长什么样子啦 OK来我们来start一下这辆车 哦 92年的车 20岁了哦 来到这里就厉害哦 这间工厂是专门做招牌 做门牌啊 只要你想要的 pattern 它几乎都可以满足你 就像你的女朋友这样 跟那个专门做招牌的人 沟通沟通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原本还怕怕这样子 不过看了他们的工厂的内部啊 我对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是非常的期待 OK 所以咧 我们的老板啊 老板 我的车交给你了 OK啊 我的team 交给他们的team来 帮我处理这辆车 下一次你们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这辆车已经是不一样的车了 你们先看清楚一点 是这样啊 OK 所以下一次看到就不一样了 哇 很期待了 我很期待我车过后 回来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 你们是不是也很期待咧 你们先去吃个饭 睡个觉 喝个茶 等下再回来 OK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非常期待那个车过后 会长什么样子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啦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拜拜